亲自拿着包括一户一个快筛试剂 防护面罩等防疫物资 以及白米和罐头等生活物资 走上楼梯紧急送到被匡列居家隔离 甚至是轻证确诊民众家门口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不少被匡列居家隔离 甚至是轻证确诊居家照护的民众 在采买民生物资或是快筛试剂方面 遇上不能够出家门的问题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景黄 特别募集到100份含快筛试剂的生活及防疫物资 亲自送到民众家门口协助解决燃眉之急 当然我们市政府有提供防疫包 只是因为确诊人数太多 我们防疫的资源不足 导致有很多确诊者或居家隔离者 并没有办法收到我们的防疫关买包 那平均特别跟我们乐活人生发展协会理事长 张景黄来去研议 我们希望用自己本身的力量 来去照顾到这些确诊者 然后或者是居家隔离者 他们没有收到物资 而造成生活上困苦的一些民众 那我们也特别准备了酒精 口罩 包含快筛剂 还有白米 面条 还有一些民生物资等等 来亲自送达他们的居家住所外面 那一来也是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研禁的剂情中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些的温暖 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用心 我跟张炳君服务处 除了提供一些防疫物资以外 还有提供快筛剂 希望窃诊者 在家隔离的窃诊者 有需要的话 请你打电话到我们服务处来 我们会专人送到苦上 张炳君和爸爸张景黄 副子梁也强调 疫情严峻 只要中山区的民众有需要 他们都愿意竭尽全力 来帮忙民众度过疫情难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